市府即将在清浦新建桃园势力美术馆 目前也正在进行细部设计阶段 另外也设有儿童美术馆 恒山书法艺术馆等三个小型的美术馆 提供更多艺术家创作以及展览的空间 这个月也在文化局的展览室 举办了美术家邀请画展 画展以水墨作品、书法作品、磁科、胶材为主题展出 同时也是桃园势力美术馆机关成立后的 第一个邀请展 象征桃园正式迈向美术馆的时代 看着一幅幅精美的画作 让人仿佛就置身在画中的情境 结合了水墨、书法、磁科、胶材为主题的 2018桃园美术家邀请展 在本月份盛大的展开 这一次共有79件作品 邀请多位知名画家来参展 这个展览其实是以两年一次的方式 以不同的类别轮替的方式来展出 也就是说一次是水墨、书画 或者是转科、磁科 另外一届就会是比较西化类的 油画、水彩、雕塑等等 今年轮到的就是我们现场看到的书画 还有转科、磁科的方式 这届的美术家邀请展 跟我们一起见证 也迎接了桃园市正式的迈向了美术馆时代 透过众多的美术活动 也展现出桃园的文化软实力 桃园市立美术馆目前正在进行 西部设计的阶段 另外也设置了其他美术馆以及艺术馆 希望透过一大三小美术馆的计划 提供更多艺术家创作以及展览空间 文化是软实力 那一个城市有文化才有灵魂 我们会尽最大力量来建设 我们的城市的各种文化设施 那事实上我在担任市长以后 就特别强调这个多一点文化 少一点政治 所以建筑物的落款都改成 由书法家或艺术家来落款 而不是由政治人物来落款 我想这也是尊重文化的表现 美术家邀请展从即日起到26号 在文化局的12展览室以及23楼的画篮展出 共有163位美术家参与 喜爱美术创作的民众不要错过 桃园有线新闻林瑞峰桃园城门报导